大陆科技龙头华为最新旗舰机款Pura70系列 背后一大两小三颗镜头 被网友批评造型很像米老鼠瞅出天际线 但即使评价不高 销量照样开红盘 广东深圳旗舰店外人山人海 为的就是抢18号早上10点08分开卖的最新高阶手机 根据官网定价 华为Pura70系列售价新台币两万四千八起跳 Pura70 Ultra最贵要价四万九 虽然民众消费力缩手仍要挺国货 短短一分多周内官网现货全数销售一空 五 四 三 二 一 今年三月下旬 苹果在上海打造全球第二大旗舰点 不过华为挑战来势汹汹 iPhone今年前六周的大陆销量 年减24% 市占率变成老四 反观华为暴增64% 市占重回第二 分析师认为大陆出现爱国情绪 外加经济不景气 都是拖累苹果全球手机销量 重衰10%的主要原因 占地48万坪耗资上百亿人民币 华为打造的最大研发基地 规划了大学院校 商店街和人才公寓 将延览三万多名人才进驻 专精研发晶片和物联网技术 力求在欧美围堵下走出自己的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